最初沒有想到政府肯讓我們完全安置 在防衛委會方面來說 真是為民復活 居民有居民的一些想法 火柱也有自己的想法 這次的決定和措施 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街坊都是有意外有開心 這邊是新的牛大閣上村 下面看到的舊屋 我們即時看到一個對比 在2002年當時 我們依照重建計劃 牛大閣下村的居民 將來要遷移到其他社區 如果我們能夠搬回一個熟悉的地方 大家會遷移到好多 特別是我們這村多老人家 全體原居民都習慣在這生活環境 不希望搬到另一個白山的地方 是不是都不用說 家裡所有人都會吵架 這裏沒有 這裏都覺得很餓,很可憐 我們那組叫下村議區關注重建造 全都是村內的街坊 住戶組成的 大部分街坊的心情就是 既然要查了 都想知道搬到哪裏 當時我們做了一個 全村的物園調查 就是去跟居民去解釋 如果真的要原村安置 在哪裏有個可行的地 另外就是如果要延遲幾年清策 其實居民願不願意一起去等 就知道了大部分都很想原村安置 就嘗試用不同的途徑 去跟防衛會談 包括一些請願 包括一些藥房屋處 防衛會裏面的一些部門 去討論 其實那幾年之間 都發覺政府的態度 是有變化的 甚至開放的 當時我自己也都親時 很積極地參與這個考慮 我們都體察到這群長者 他們在這個屋村 其實有很深厚的感情 如果我們將來可以搬遷到你們 去牛頭角上村的話 等多了整六年的時間 結果他們給我們的答覆 就是他們可以等 我們就調整我們的計劃 促成這個決定 他們將來可以搬遷到牛頭角上村 我們能夠參與上村的規劃 就是由沿村安置而起的 以前都是做了設計給他們 現在是聽了他們的要求 然後才做設計 我的感覺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開放多些空間 給居民實際去參與一些規劃 上村第四座、第五座 地下的一個有蓋空間 開放了出來 聽到他們的要求、他們的意見 才會做設計 這群居民 不僅是代表他們個人的利益 而是代表村 沒有其他地方的參與 一個小組也好 一個人也好 你做多少事情 都不會產生一個 什麼特別的效果、力量 由一個大家的互信基礎 不是很高 然後慢慢大家溝通 到大家開始有信任 我自己覺得非常之恩惠 因為起碼我們做一件事 可以令到大家都很滿意 我肯定來說是有一個幫助 因為居住環境是寬敞了 我相信它會比較好很多 將來成長方面會好很多 雖然我們現在這麼老上去 有可能壽命都比較長一點 我自己都很歡喜 將來我們的居民 尤其是長者 可以入住一個 這麼好的環境的屋村裡面 很安穩、很安樂地 度過他們的晚年 在拍攝中心靈 非常幸運 很高興